卢州区南港里都为老旧的公寓 长期缺乏停车空间 在旧的卢州分局搬迁之后 不少的民众都会把车停放在周围的空地 里长和明代争取拆掉旧卢州分局 辟建检疫停车场供民众使用 这里原本是卢州分局跟消防队 在陆续搬迁到新的停车之后 附近不少民众都把车停放在这里 新北市医员李昆成争取拆除旧大楼 辟建检疫的停车场 这个附近的停车问题也能够一并来解决 包含这个旧的卢州分局 希望社府赶快把它先作为检疫的停车场 因为这个游戏公园如果完工 那疫情和缓之后 相信会有很多家长带小朋友来 那这个停车问题我们也希望说 社府能够一并来处理 卢州区南港里因为多为老旧的公寓 一直以来都缺乏停车的空间 林长也希望在旧卢州分局 尚未做其他的规划之前 先提供附近的民众停车 那如果可以尽快把它交通局整治和 分局拆除了之后 变成停车场 即便是临时的停车场 我相信民众他们都是愿意 遵守这个法规 愿意付费的这个状况之下 来有一个安全无余的停车的空间 才可以解决大家这个 十一住行这个行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虽然目前该位置经常停满汽车 但毕竟不是合法的停车空间 一旦发生问题很难理清责任 因此里长跟明代 都希望市府从善如流 尽早来规划 记者沈仲林景于卢州采访报导